我一直听闻广州的城中村非常繁华,非常热闹,在这里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生活气息,在这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烟火。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,我来到了广州最繁华的城中村,我想在这看看有没有落脚之处,毕竟村子里的房租比外面便宜,在这到处都是店铺,生活购物很方便,在这的花销也比在外面少很多,本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,来这只是为了体验一下生活的不同。 朋友告诉我,这里的小胡同最具有人文风情,既然来了,当然不能错过,一定要好好领略领略这样的风光,话不多说,跟随着我的镜头,咱们一块前往。 其实这里的小胡同非常多,小胡同里面错综复杂,这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,但我发现了一个特色,就是在街头或者在门口会站着各种各样的美女,他们也不参加工作,不知道是不是在工厂里面螺丝,可能是上夜班,白天有时间站在外面吐吐气吧, 大家感觉是不是这样了,这里的小胡同连接着外面的大街,处处静静很方便,怪不得网友们戏称,这里是男人的天堂,女人的天下呢,大街上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,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,咱们再次深入地了解一下,往里面多走走,多看看,多瞧瞧,以后回去跟亲朋好友们坐在一块,至少能跟他们聊一聊当地的所见所吧,忽然白出来一趟, 什么也不知道,深入浅出才是精华吧,大家感觉我说的对不对,这里不仅能见到美女,还时不时的能看见一些单身帅哥在这晃扬,可能他们是在这儿做运动,也有可能是附近的居民在这儿溜弯,毕竟在这儿溜达溜达,也是非常惬意的,真的很喜欢这种生活氛围,不得不说,将还是老的辣,大爷也喜欢在这里面转悠吧,好像大爷跟站在门口的美女都很熟, 不知道跟他们是不是常来常往,好像见到美女,大爷就会主动打招呼,美女们也表现得非常热情,主动,可能是附近的邻居吧,大家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美女主动冲着我笑,冲我点头示意,我不明白美女什么意思,可能是表达友好吧,我也只能羞涩地说了声你好,说不准以后大家能成为邻居或者好朋友,毕竟现在还是陌生人,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聊太多,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,前面的景色果然更加好看, 这些美女穿着特别清凉,特别时尚,看起来就特别的养女,怪不得大家打工都喜欢来南方呢,这里的生活确实宜然自得,这也坚定了,我要在这定居的念头,美女的身材一个比一个好,站在这就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,不知道前面站着那一排帅哥是什么意思,难道是组团来这旅游的,看着也不像啊,这个小美女的身材和样貌绝了,不知道什么样的男孩才能配得上他,也不知道,娶她需要花多少台里, 有当地的朋友或者网友知道的吗,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,如果以后我在这定居的话,也好提前了解了解市场行情,希望能尽快结束我30多年的单身汉生活,这里的小美女实在太多了,听他们的口音,好像也有来自外地的,可能他们在这附近工作或者打工吧,大家喜欢这里吗,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,完全可以来逛逛,真的挺好的,帅哥也推多了,他们走走停停,往这看看,往那里瞅瞅, 可能也是出来乍到的年轻人吧,对这里的一切都感觉到好奇和新鲜,这里美女的身材太棒了,长相也是超一流,坐在门口的大爷,不知道看啥呢,好想,和他们成为朋友呀,如果能发展成对象是更好的,来这里之前朋友告诉我,不要抱有太高的幻想,不然头上的帽子会很多,也不知道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,这里的女孩太棒了,他们给我买帽子,我也愿意啊, 至少说明,他们是关心我的,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后,才会给彼此买衣物吧,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,小胡同,小巷子真的不错,以后有时间,我要来多逛逛,来这儿多拍一点多看一点,俗话说得好,日久生情嘛,感情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,一见钟情太少太少了,这些美女应该是单身吧,如果有男朋友的话,往往都会有男友在身旁,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物色合适的目标,等待着像我这样的帅哥,主动搭讪他们, 毕竟主动了才会有故事嘛,大家才会有下一步的发展,这里的美女热情又主动,真的太棒了,利用空闲时间来逛了逛,给我的感觉非常不一般,不说了,我先找间房子住下,等着晚上再给大家拍拍夜景,体验体验不一样的夜晚风情,我暂时先回去休息了,等着晚上再出来吧,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,喜欢别忘了点赞,收藏,分享加关注呀,谢谢大家的支持,下期再见咯,拜拜啦。